通胀削减法案 真正看一下那法案 其实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它就是个张冠礼带 它这个法案顶着削减通胀 为了应对通胀的理由 说的当然是非常的好听了 但是法院的主要内容 给企业增税 然后增加这些应对环境的支出 对吧 应对环境的支出呢 另外还一个呢 是说降低处防药的什么成本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它作为呢 这个抑制通胀 很重要的法案了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首先呢 要说一下美国统计这些通胀的数据啊 它并不跟这些环境啊 这些挂钩的 它跟环境挂钩的很少 其实通胀的数据 你要知道这里头最主要的是那个食品 也不是的那个处防药 处防药的背后呢 它需要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那个处防药背后都是保险集团 都是保险集团它要付的 好多人的话呢 它那个受处防药的价格 其实它影响的很小 所以把这个价格看一下 就知道它这里头的利益诉讼 到底在玩啥 对对对吧 你真正要是说 对于通胀的影响最大的呢 是食品 再是跟它的通胀的指数是有关的 而美国呢 你说这个钱毛了 你看吗 它钱一直在印 对吧 它现在呢 政府呢 加大支出 加大支出实际上呢 也是促进通胀的 而且它钱也印的多 实际上呢 它扣了一个呢 要防通胀的帽子 它让那个选民呢 听得很好听 这就也戴了这么一顶帽子 它实际上干的这个事啊 它并不是防通胀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 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 它的计算 你像股票涨了 它叫牛市 它不叫通胀 明白吗 它那个同样的钱 买到的股票少了 它叫牛市 你像房价涨了 它也不叫通胀 它叫做房地产市场 转牛了 变好了 什么等等等等 对吧 但是你拿到的同样的钱 你买的房少了 实际上是 也是钱毛的一种嘛 对吧 它都不叫 所以在这里头 西方的通胀化以前 它最主要指食品 你要说防止通胀吗 你对食品有什么投入吗 没有 对吧 你对这些药品呢 尤其是处方药呢 它在美国人都买保险 买保险大家要知道 这是个长期的啊 买保险不是说你现买 你这个保险呢 你这种长期的这些保险的话呢 你的实际上是那个保险公司有负担 保险公司呢 和医疗集团要有博弈 所以你要说呢 降低处方药价格 给这些处方药进行补贴 实际上呢 谁得好处啊 保险集团和医疗集团 你要知道保险集团和医疗集团 都是美国的核心的统治集团 对吧 都是美国的核心资本 就是等于呢 你政府呢 又给核心资本输了个血 你至于呢 搞这个环境啊 这个政治正确啊 你知道知道 这个环境支出的增加 也是最后你价格买单 环境支出的本身呢 也是要通胀的 你这个所谓的治理环境呢 实际上它这个事儿的好处呢 是美国的话呢 那个对于环境的这个集团 也是那个民主党的集团嘛 所以这里头就会明白 在这里头到底是什么 对吧 给企业加税 企业加税 你要明白 这税收呢 你好多企业现在都逼的嘛 你那个要回流到美国去嘛 你资本上岸了嘛 我们就开始收税了嘛 原来减税呢 是希望你世界其他资本呢 到美国这来 你资本呢 现在美员也挺强势的 留到我这来了 我就加税 像这事儿呢 其实可以看的呢 比较清楚的就是实际上什么 它就是它一个 大家得利的一件事 你跟那个通胀呢 到底能不能防通胀呢 这是一个幌子的问题 你对于这个普通人的实惠呢 其实并不明显 因为你这个处方药 对于的话呢 全都是它的保险 你需要真到了美国呢 你只要在美国长期生活 你是不敢不买保险的 你买不起保险的人 你就别得病 你要得了病呢 你就自己扛着 扛不过去 你就找个棺材板待着吧 那个是这样的状态 对吧 虽然它这一补偿 就补偿到保险集团 和医疗集团里头去了 像这个事儿呢 这几千亿美元 又让有关的资本集团呢 赚了一条钱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不要说 这个美国说 怎么发钱呢 怎么给普通人呢 怎么怎么怎么着啊 实际上呢 它有的时候 它政府的各种政策 给资本发起钱来啊 比给普通人非常厉害 而且它美国的这个政府呢 因为它现在有霸权嘛 它可以不断的去负债 通过这些负债呢 通过美元呢 从全世界得到财富 这才是它能干这些事的前提和实质 把问题看清楚呢 可能你对这个世界啊 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 这个世界的博弈呢 统治者在幕后呢 以及呢 这怎么操纵舆论呢 其实很多时候啊 在全台的民众 说是你能选举啊 干什么的 其实这些事的 你只要他的舆论 能给控制好 你其他人的话呢 并不知道 它真实发生了什么 你能看清楚 发生什么的水平呢 可能都没有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